台湾国务团 不断的看到台湾这么多的 这些大企业大财团老板们 真的是一个商场现行计 原来他们的嘴脸是这样 原来赚钱是先伤害台湾在先 事发之后大家选择通通是不认错 每天这样的讯息出完 我们刚刚说到道德沦丧到一个地步 这么大的篇幅的报导 其实给到我们台湾的孩子们 带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示范 但是一切自己利益为先 所以我们看到 F顶固是因为缺钱 所以回台湾来做这个募资 因为台湾的成本 募资成本低 而且又快速 然后这些钱直接到大陆 再继续炒房 这就是张家 这个张杰森家族 在顶固控股 在大陆炒房地产的一个模式 所以这个模式跟位权一模一样 纪委员 这都没法律可以去约束他们 台湾钱真的是好 好捞 集合之后就给它过去了 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处理 执政党没有办法处理 法律是道德最后一道防线 所以这些人 说实在这些 如果真的是做一件犯科 我不是说只特定人 一定要绳之以法 因为只有法律他们才会怕 其他不放在眼里 当然 阿炳总统过去讲一句话 他说钱可以解决的事情 都是小事情 其实那是很多这些大商人 有钱人他们的思维 用钱可以解决都是小事情 所以 刚可能我们有讨论到 是不是无良商人 其实你要讲无良也可以 但是我想也不是无良 我相信他们在道歉 在道歉认错那一刹那 没有认错 他没有认错 道歉那一刹那是真心的 可是过去为什么他会做错这么多事情 就是因为他那种本能 他用猎豹追逐利益赚钱的本能 泯灭了良知 把他良知盖过去了 就是说等他到五月梦回的时候 又觉得有点愧疚 可是赚钱更重要 所以高僧政权的亚太董事总经理 曾经形容张前生 跟他是好朋友 他希望他非常有谋略 而且他对数字的预测 比高僧他们还强 他说他会讲究整个流程 降低成本 所以他最大的嗜好 就是自己动手做 自己动手做 重点来了 他说我们要降低成本 什么都自己动手做 怎么可能说在工厂 埋了那么多的管 这是单一事件 错绝对不是单一事件 而且是非虚意 错一定是虚意 我说当然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想脱罪 他不能说对 好我可以理解你现在这种心态 可是你想脱罪自己 是不是你更虔诚 想想新闻老和尚给你的讯悔 想想妈妈过去的告诫 有点良心 这时候哪个疑我说实在了 会笑死人 笑死人 观众朋友看到我们的风策大厂 现在的处理态度 我们委员认为这叫笑死人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 还有很多人在替他讲话 这两天张前生也把外资找来 外资今天继续买买买 股票是涨停的 这几天帮忙讲话是谁 当然都是国民党的 我们刚刚讲的行政院 南部办公室的执行长江凌军 带着大家一起来这边开记者会 这次在干嘛 这次在感恩吗 好 看到这就是我们这些 回台湾捞钱 继续前进大陆赚更多钱的 这些企业 为全为家是如此 看到张前生也是如此 案子该怎么继续的办下去呢 办得下去吗 来 我们请曹新哥带我们来看 我们刚才一开始就告诉大家 现在几个大案几个大老板 大家都在关注 唯一办的这块最有利的 叫做那个大桶长几 那么高真理我们刚讲 已经被上铐了 但是这个熊简 第一时间去到了日光 还被聚于门外 软趴趴在内等了十分钟 北检办未全案 现在完全停滞 那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 北中南各有不同 但是我们在这里 当然要给张检怕跑 为什么 因为张检最近办了 很多很多案件 包括黑心油 包括最近的日月 张检最近很麻 但是他还是照办 很忙照办 相当的有色 那么我们再来看熊简 这边熊简不妨都让 也办得不错 虽然他好像 一时干嘛是能打吧 我们在这里应该要给他鼓掌 尤其是这一次的热光 这个毒水案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在这个虽然第一次 在十二月十一号 他去勘察的时候 他摸在里面 摸在里面 算是很判的 就是说我的厂 不让你们进去 那些熊简的警察官 也还算不错 媒体还陪在旁边 但是你看首度勘察 在十二月十一号 就被巨疑门外 但是这个时候开始把他们的 K7厂的厂长书柄说怎么样 我把你抠起来 那么副总经理这个李寅堂 五百万交报 到了十二月十五号 那么突袭他的第一厂 K1D等五厂 查过了很多电脑 跟他这些文件 甚至於現場去查 到底你的水有沒有毒 很清楚 也查到案管了 也查到案管設計庫 包括你這個案管 你不要說我都不知道 都是一隻人 我們看張董事長出來 好像一副無誇調 好像沒有在台 我急功 好像急不下去這樣子 因為他沒有做錯事 真正一個對一個 台灣要有貢獻的一個商人 老實說我們講 他整個做的這樣的東西 對台灣是相當 有重要的一個貢獻 我想在全世界比較起來 算是一個場是很重要的場 但是探情優秀 優秀 但是良心愛過 就是你放出來這樣的一個毒素 事實上 我張簡燈 張董事長 很多事情做事情都怎麼樣 都親力親為 他是滿厲害的 他會設計什麼 他很清楚 到底有沒有買這個案管 其實他很清楚 這個時候其實我一直認為 一個企業家成功 你後來的GAS 做錯了 承認錯誤 人家會減量你 因為事實上 你整個東西 你整個裡面怎樣 這樣的一個環保意識 你是很重視的 如果你去強化它的話 人家只有給你打破壞 不會給你倒採 所以你這個時候看起來 一點生意就沒有了 不過我們來看看張簡 張簡事實上 我們看得出來 這是最近半年來 辦的案子 真的辦得轟轟烈烈 包括我們開始講的 黑心油案件 你看辦的把這一個 我們剛才講 把這個誰都把它扣起來了 還說北檢呢 這個辦的飛檢都沒有動作 講到北檢我們真的實在是灰頭土臉 但北檢一開始辦在11月16號的時候 開始在什麼 就是我們講 衛前黑心油案件 這個案件其實已經很清楚 過去我們也知道 衛前其實是 他跟這一個我們講 這個大統是有過連的 他是發包出去的 甚至有很多講 他當年到大陸去發展的時候 就是你專門做這筆的 那好 那個我們過去都不管 但事實上 這一次的案件裡面 衛英聰 衛董長 其實很清楚這種東西 你 但是你又沒什麼聲音 然後就一千萬元交保 總經理招應交保 五百萬元交保 但是呢 那麼我們的北檢呢 好像說點點 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好像停滯不進了 如果比較北中南哥的 我告訴北檢你真的是 自己要檢討 是 要檢討 我們就看到到北檢在下 要怎麼樣認真努力辦給大家看 我們進一段廣告